大家好,我是上海爱比利书法的书法老师 今天我们一起学习一个硬笔楷书的一个实用的链字技巧 这个技巧就叫中弓收紧 中弓收紧是个什么概念呢 就是我们在书写汉字的时候 中间的笔画要尽量的收紧 四周的笔画可以舒展开来 那么在这个技巧分享当中 我总共列举了四个汉字 第一个字是放 第二个字是成 第三个字是照 第四个是次 那么我们先看第一个字 放 放这个字我在前面写了一个四平八稳的这么一个字 布白也比较均匀 但是这个字看着很一般 没有特别的好看 那么我们怎么去把它写得更好看呢 我们就比着中弓收紧的要求去进行书写 我们看一下怎么去写呢 点的区别首先要高一点 点高 横呢 要低 点横分开 点横分开 然后横呢 是左端的要舒展点 横着钩 写小 不要写太大 写平 写短 这是左边这个方子旁 我们看右边这个反纹旁 反纹旁的区别呢 要比较高一点 比这个点要高 只向这个缺口的位置 横 遇到短撇之后呢 往往的齐比都会比较低 横与短撇齐比低 那么在处理这个撇的时候呢 我们注意一下 这个撇的齐比 我们在这写的时候呢 可以往中间稍微靠一点 往中间靠一点 紧凑一些 纳的齐比不要太低 纳的齐比高一点 往下 最后 拖出纳脚 这样子的 就是这个放的一个写法 那么我们看这两个字 这两个字对比的话呢 这个字的美观度 要远远高于这个字 对吧 中间这块非常的紧凑 这是这样子的 这是第一个字 那么我们看第二个字 第二个字呢 是乘 乘这个字 我们在前面写的这个呢 也是一个四平八纹的 这么一个字 我们在后面写的时候呢 要注意一下 这个乘啊 它的主笔是这个斜钩 一般呢 有斜钩的汉字啊 斜钩都是主笔 那么在写这个字的时候呢 我们把其他的次要比划 给它写的短一点 其他次要比划写短 不要像原来写那么长 横着钩写小 好 要中弓要收紧呢 怎么去收紧呢 这个斜钩贴这个横着钩啊 稍微贴的近一点 斜钩的齐比要注意啊 高一点 下面低 整个字 斜钩的齐比是最高的 下面的出钩的这个地方是最低的 撇这个部分呢 要注意 撇的齐比要高啊 因为我们刚讲过 中弓收紧对不对 写的太低的话啊 那么整个中间的部分很松散 我们线下的很多学员在书写的时候 经常出现的问题 就是这个撇的齐比很低啊 撇的齐比要高 贴这个 横着钩也要贴的紧粗一点 点而来 不要太往上啊 适当的高一点就可以了 啊 这是这个成的写法 相对前面这个写法来说呢 也是紧粗了很多 好 我们再看下一个 下一个呢 是照啊 照这个字 照这个字呢 前面这个写法呢 也不是不行啊 就是呢 它也是一个 中间这个部分呢 比划是比较疏散的 我们线下的学员甚至有写的比这个还要松 那么 有很多线下的学员在写这个左右结构内心的汉字的时候 往往左右 这两个部分会离得很远 有时候甚至像两个字 这就是中功不仅的原因 那么我们看这个照的写法 竖的齐比高 横呢 是左掌右缩 左边舒展一点 那会儿一定要舒展 那会儿舒展 好 写后面这个撇点的时候要注意 撇点不要太靠右边 贴这个走步啊 它左边这块 贴的紧粗一点 但是要注意 和这个走步的 它的一个比划是不连接的 撇的齐比比较高 只像这个缺口 点往下 这样子 这个照的写法 相对于这个字来说 同样的整个中间这块的笔画变得非常的紧粗 但是要注意啊 笔画的穿插 不允许出现这种不该连的笔画连接的这种情况 好 这是这个照字 那么我们再看最后一个字 最后一个字呢 是刺 一次两次刺 这个刺呢 也一样 对吧 中间这块是比较松散的 我们还可以把它写的更紧粗一点 怎么去写呢 我们看一下 点 提往上提 提的角度要对啊 撇的齐比比较高 要高于左边这个点的齐比 横勾的齐比会低 啊 勾要 这个横画要短啊 横勾的勾要短 撇的齐比很关键啊 撇的齐比的 像前面这个齐比就有点偏低 而且呢 有点点偏右边 还可以再往左边靠一点 靠一点 那比较 离这边紧粗一点 钠的齐比呢 要高 轻到重 最后呢 投出钠脚 这样子 这就是这个刺的写法 纵观这四个字 我们看一下 后面的这种写法呀 它就是因为变得紧粗了 它的美观度 要高于前面的这种写法 啊 就这样子的 今天的这个关于 汉子的一个使用的链字技巧 中工收紧的分享呢 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观看